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少奶奶 这不是我不帮你这个忙 是你真的不知道 最近这北方汉 南方烙 货源少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说哪有有生意不做的 瞧你这话说的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看见您的船正在装货呢 那可是满满两大船的货呀 是这样的 二少奶奶 您是不知道 那批货是发给侯大爷的 而且他早就定下来了 已经催得我不耐烦了 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那些货给凑齐了 侯大爷 二少奶奶想必也有所闻吧 他是黑白两道通吃啊 咱这做小北买卖的 得罪不起呀 所以我就穷家荡产 打国卖铁 我得先把侯大爷的货给送过去啊 邱老板 我们也不是白跟您要货 钱我都准备好了 您就给句痛快话 到底行不行 这个 是真的不行 二少奶奶 您怎么在这儿啊 阿根 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想做点事就这么难呢 好容易让娘给了五百大洋 现在居然没有货 二少奶奶 事不难做 就怕有人不让您做 您想想 这么些年来 他求老板缺过谁的货 却从没缺过唐家的货 求老板缺货 谁信呢 难道 他宁愿把原料压在手里 有钱也不赚 您再想想 以前咱们唐家是谁跟他做生意 现在又是谁不让您把香料坊 重新的动起来 问题就出在这儿 这里面有鬼 又是他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二少奶奶 您别着急 天无绝人之路 咱们再想想办法 二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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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串货 我在求老板那儿见过 他说是要发给侯大爷的 怎么发到这儿来了 是不是弄错了 没错 怎么会错呢 我说发到唐府 就是发到唐府的 瑞婷 启芬 启芬 你怎么在这儿 别愣着了 赶快让人卸货 这是怎么回事 回头我再跟你解释 小管家 让你们人卸货 阿根 快快叫人卸货吧 来 子强快 好 来来快 兄弟们 卖把力气啊 晚上请大家喝酒 好嘞 小心点 瑞婷 小心点啊 这真是雪中送炭哪 你怎么知道 我们要这批货的 好 水分 你的事儿 我渐渐都放在心上 怎么样 还好吗 我很好 你不用担心 苏贞和玉琴好吗 他们也挺好的 来 看看 快回来 水分 唐少爷不在了 你也别运撑着 有什么事儿 尽管来找我 虽说我没什么能耐 但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快快快 快快 大家抓紧时间呢啊 马上要变天了 快快快 因此 对 这 怎么会这样啊 您不是跟邱老板 打过招呼了吗 怎么还把货给运来了 该死的邱老板 想白白收我的钱 没门 抓你时间啊 来来来 快快快 那不就是李瑞婷吗 那个小白脸 千算万算还是漏算了一步 算了这小子还在邱老板那儿 要是没他来搅和 这事就成了 大厂奶奶 好像快下雨了 什么事都完了 我还管他下不下雨呢 有好戏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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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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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usp啊 阿 阿 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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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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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肯定是有人在破壞 我們一定要查出來 你到底是誰幹的 二少奶奶 你別著急 我們再想辦法沒修 二少奶奶 咱們走吧 別哭了 二少奶奶 起來吧 別哭了 咱們走 吃 我 是不是 你看 這是 complexity 成名 Erin 我們好 这个玩意 像这么高级 不是叫我们今天开工呢吗 怎么会这样啊 明知道昨晚有暴雨 为什么不仔细检查一下门窗呢 什么呀 你们看那 这谁这么大胆子呀这是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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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这 这怎么了这是 这货都 都泡汤了 可不是咋的 我说二少奶奶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第一次做事就做成这样 真是糟蹋东西 阿根 你让工人们 把货都搬走吧 还搬什么搬呀 你搬出去晒干也没用了 已经是一堆废物了 扔了吧 几百大洋的货 就这么给糟蹋了 这是浪费 走开 你们都看着吧 围什么呀 都散了吧 我让你们 我让你们发货到侯家 是侯家 是谁让你们自作主张 发货到唐家 谁 是李监公说的 把他给我搅来 周老板 不用找了 我来了 李锐婷 你给我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老板 你别生气 听我跟你解释 解释 解释我不听 擅自篡改发货地址 什么意思 我真的是为了咱们商行的 长远利益考虑的 说得好 你是分别跟我作对 纯心撑我的台 周老板 你们别生气 您先坐着 听我把话说完 如果真的是我做错了 你想打想罚 我绝无二话 好 我看你那上是什么屁话 周老板 你说 咱们这一次有货不发给唐府 一定是有人在你面前捣了鬼 不让你和唐府的二少奶奶做这笔生意 你说你说 那个人一定是您的老熟人吧 他为什么要出如此下三落的手段 您想过没有 我觉得一定是他感受到了唐府二少奶奶 对他构成了威胁 其实唐府内部的事情跟我们无关 我们只要维系住 与那些大客户老客户之间的关系 这一次是唐府的二少奶奶来跟我们要货 可见他们内部有变 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将来唐府的香料坊由谁执掌 还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不能得罪任何人 您说呢 这一次他们来要货您不在 我就灵机一动 把货发给了唐府 我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才是我们做生意人的本分 这说到天边我们是有理的 从近处讲 我们赚了钱 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呢 以后唐府到销量坊 不管由谁来掌管 我们都能左右方远 好小的 我小看你了 有头脑 谢谢邱老板 不过这么大的事 你总得提前知会我一声 再有自作主张的事 我绝不轻饶 是 那团货怎么样了 可不全泡汤了吗 娘 让他不要自作主张 他就不听 人家邱老板的那团货 是发给侯大爷的 他愣是伙同 邱老板的小伙计 把这团货 中途给拦截下来 人家那侯大爷 现在都已经闹到 邱老板那儿去了 您说 以后让我们唐家 还怎么跟邱老板打交道 马翠芬 你 你是想气死我 娘 我 还有更过分的呢 你说你 花了五百大洋 进了那么多的货 你好好看得也行 昨夜明明知道有雨 仓库不关门 不关窗的 你也不派给人开手的 让整整一场裤的货 都泡在水里 那请姐 娘 那情形 您是没见早 多让人心疼啊 你是说 全泡汤了 可不 马翠芬 你把我给你的五百大洋 全部泡汤了 娘 是有人故意搞破坏 把屋顶砸了个大洞 马翠芬 怎么你一出事 你每次都要找理由推脱呀 我管进货 管了那么多年了 怎么一次事也没发生 一到你手里 就发生那么大的事 你还打算赖给谁呀 听他说 听他说 我倒想听听 这一次 到底能享受什么理由 来为自己开拓 你说 什么理由 货是在你手里被淹的 你就得负责 说呀 娘 这次是我不小心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补偿这一次的损失的 还要给你机会 再要五百大洋 对对对 我可没钱 马翠芬 我已经相信了第一次 难道 你还想让我相信你第二次 马翠芬 你造成的损失 你自己想办法去逼捕 娘 请您再相信我一次 我一定 要是没这本事 就不要整天想着独揽大权 许志兰你 好了好了 你们都出去吵吧 马翠芬 你自己弄的烂摊子 你自己去收拾 你们都给我出去 小管家 看这二少奶来了吗 没有 二少奶奶 我该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再想办法 办法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都是我的错 我太傻了 我明知道他不会这样轻易 你就让我成功的 我应该想到的 可我偏偏没有想到 都是我的错 二少奶奶 你别这样 阿哥 你别管我 每一次 每一次都是你帮我 这次 谁也帮不了我 我不想再连累你了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你说什么呢 只要有我安恨在一天 我就会帮助你一天 这样 明天 看能不能到账房找姚先生 先借点钱 我们自己进货 自己想办法 把香料房撑起来 等香料房生产了 赢着力 我们再还上 姚先生 他会答应吗 只能先试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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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找其他朋友问问 能抽多少 就先抽多少 二少奶奶还光临了 姚先生 请坐 二少奶奶有什么吩咐 您就举管说 姚先生 我想找您借点钱 跟我 我哪有什么钱呢 我是说 找唐家的账房借点钱 没问题 借多少 五百大洋 五百大洋 您还是想再进货是吧 姚先生 唐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只有让香料房重新冻起来 唐家才有希望 你想得不错 夫人同意了吗 娘她 说什么也不肯再值钱给我 也不肯见我 我让阿根跟我带话去 娘也不愿意听 姚先生 请您一定要帮我 我愿意帮你 可是 如果没有夫人的同意的话 这个事就不太好办 二少奶奶你也知道 动用账房的每一个通板 都得夫人签字啊 我这也是为了唐家的利益啊 这个我 我知道 我是愿意帮你的 没有问题 就算您个人有什么困难 我都愿意帮 可是我不能坏了规矩 是吧 况且 这么一大笔钱呢 没有夫人的签字同意 就形同是私贪 所以 请您理解 不仅我真是 爱慕能助 真的 二少奶奶 姚先生 二少奶奶 请理解 请理解 我的二少奶奶 你怎么会有空 到这帐房来啊 她还是不熟悉 又来借钱 还想再进户 这女人 不做男强 不回头 让她折腾吧 没钱 我看她能折腾出什么来 等着看好戏吧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阿甘 立刻回来了 怎么样 五百大洋实在是太多了 我找了几个朋友 东东西凑 只凑了这么多 这里有一百大洋 我已经尽力了 有一百大洋也好 别的 我再去想办法 谢谢你阿甘 谢谢你阿甘 卫婷 崔芬 你怎么来了 喝喝喝 里边坐 我找你有急事儿 什么事儿 你能帮我问问 求老板 能再进一些货吗 不是刚刚给你们 发了两床货吗 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 那批货 全没了 全没了 一场大雨 把货都给淹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 说来话长 我必须重新去进货 好 那我去跟求老板说 应该没问题的 瑞婷 你帮我问问求老板 可以赦欠吗 赦欠 怎么 唐家该不会没有 进货的钱了吧 上次娘给我五百大洋 让我进货 现在货在我的手上没了 娘说 我自己造成的损失 我得自己弥补 是这样 可是求老板从不赦欠 一直都是见钱在发货的 那怎么办呢 我私自答应那些老客户 要给他们双倍的赔偿 要是筹不到钱进货 我 算了 我自己去想办法 等等 瑞芬 你需要多少钱 四百大洋 四百大洋 那你到哪儿去筹这么多钱 我不知道 但是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这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就算是去投去抢 我也要把钱筹到 翠凡 你别着急 我来想想办法 你 大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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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找你们黑老大 借点钱 借多少 四百大洋 你 你小子一不抽二不赌三不嫖的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小点上 我有急用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你就说行不行 这可是高利贷你想清楚了 这高利贷的规矩 利滚利 三分利 三个月到期 这到期不还 不是 李日清啊 你可是知道我们黑老大的手段 先斩手再斩脚 然后斩脑袋 那你还要借 借 好 跟我走 再大风打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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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婷 蘇珍 蘇珍 你怎么来了 你要去哪儿 我们两个爷们儿去哪儿 你个娘们家管那么多干什么 你个牛二麻子 这跟着好人学好人 跟你牛二麻子 能干出什么好事 我们逛窑子去 这算不算好事啊 你 先回去去看看 好 瑞婷 你不告诉我 我不让你去 你个娘们儿管那么多干嘛 你 她是我男人 我当然要管啊 好好好 你们两口都是事情 我管不着那么多啊 你们吵清楚了 在这找我 我说瑞婷 这钱到底还借不借 要借赶紧走 不借别挡着我做生意 我借 借 什么 你要借高利贷 瑞婷 你真是疯了 这高利贷你也敢借 你没听别人说嘛 这高利贷 逆滚逆 年年翻 一年借 十年还 你借着年完仗 你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啊 行了 你就别说了 我这也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嘛 你没办法也不能跟这种蠢事啊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什么都不跟我商量 我们还是夫妻嘛 你真是把我气死了 苏震 我真的不想连累你 再说就算我说了 你也帮不上我 你没跟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帮不上忙呢 你说呀 要多少钱 四百大洋 四百大洋 怎么这么多呀 你等着 我们会啊 不 这个你拿去吧 这是什么 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 以前我祖上也是大户人家 后来驾到中路 只流下这地玉镯了 我爹娘临死钱留给我的 你拿去吧 不不不 苏贞 这是你的传家之报 我不能要 我不能要 瑞婷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还是夫妻吗 你宁可去接购一代 也不领我的情 你今天要不拿 我就给你翻脸 可是苏贞 你都不问问我 到底要钱干什么 瑞婷 我知道 你是为了崔芬 唐少爷死了 崔芬在谈家的日子 也不好过呀 你既然知道是为了崔芬 你干嘛还要这么做 瑞婷 你的脾气 我不是不知道 你不想让我知道 就算我问了 你也不会告诉我 为何故自找没趣呢 苏贞 你真好 瑞婷 为了你 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我也同情崔芬 我也愿意帮她 她要我什么 我都愿意给她 但有一样 我不能给 那就是你 看你说的 把我都当成一个东西了 瑞婷 不是我小气 你跟马翠芬已经断了 以后就不要再我断四连了 这样的话 对我们三个都没什么好处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 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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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香料房时时不开工 我们就等下去啊 不能 是 不能 不能 干那么客气 没说错 兄弟们 听我说听我说 我看咱们还是等一等 这不是说二少奶奶给咱们想办法去了 上一节的 大家定进去 进一节 兄弟们 我刚听到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啊 二少奶奶 这次根本没拿到钱去进货 拿给大家这套麦乐 说说说 猴大爷的工厂 扩大生产 现在正在招人 大家都知道 猴大爷开的工钱 是这一代最高的 我已经跟猴大爷说好了 如果各位兄弟想过去 就跟着我一起走 兄弟们都在哪 你们都疯了 那是人去的地方吗 你们看着猴大爷给的工钱高 进去 得先签两年工期 两年之后你们要能活着出来 那都算你们命大了 有大爷谁不大爷 你能给底派大爷 我要是骗你们 我就是这个 你干钱吗 好了 兄弟们 有想去的 跟我走 有钱不赚 那是傻子 走 兄弟 不能选 那地方不是人去的地方 兄弟 兄弟咱别去 走 你们要去哪 大家要去哪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您别怪我嘛 大家都是有家有口的 不能老这么贤好下去 我们也要去找饭吃 我已经让肖管家去进货了 劳烦大家再耐心的等等 二少奶奶 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 您何必再瞒我们 我们知道 您这次 没钱进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我看 你恐怕是收了侯大爷的什么好处吧 要不就是受人指使 大家可千万别上当了 我 我来的跟你活成 大家想没办法愿意去的 跟我走 走 请大家留步 请大家再听我说两句 如果我说完 你们还是坚持要走的话 我马翠芬 绝不阻拦半步 我们唐家的香料房 最近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有天灾 也有人祸 大家 都是在我们香料房 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工人了 我们唐家 是怎么对待大家的 你们都是记在心里的 也不用我多说 我就想说一句话 如果你们 还信得过唐家的话 就请留下来 我在这儿 代表我娘 代表唐家 谢谢你们了 我马翠芬做主了 如果愿意留下来的工友 每个月的工钱 多长一个大洋 一个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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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一个大洋 你们别听她的 她又是在骗我们的 二手奶奶 哈根 求老板又送货给我们了 买买两船 两航呢 真的 那还有假 人俩催着咱们卸货呢 各位工友 愿意留下来的 一起卸货去 兄弟们 卸货去 你自己跟着 侯大爷赶 小心点 小心点 快快快 行了 小心点 小心点 大马上 大家快点时间 小心点 明明 排舞 我的 二少奶奶 香烂黄豆过眼 又冻起来了 是 阿根 你告诉工人们 安全第一 虽然我们也很想加快速度 可是大家的安全更重要 二少奶奶说 让大家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听到了没有 好 继续搬伙 好 月婷 这里是四百大洋 你点点 翠芬 你怎么不用这钱了 我们赚钱了 有了原料 香料坊恢复得快 工人们干劲足 订单不断的来 搞得我们手忙脚乱的 是吗 真为你高兴 月婷 这次你帮了我大忙 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 你可别这么说 你要一谢我 倒把我们卸身份了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总是想到让你帮我 对了 这四百大洋不是小树木 你是怎么筹到的 这得谢谁 苏贞 是他把他祖传的一对手镯 拿给我点档了 他知道是我要用钱吗 他知道 苏贞是个好人 是啊 月婷 那我先回去了 别让苏贞看到了 又误会了 也好 我送你 月婷 真的很感谢你和苏贞 你们为我做的 太多了 别这么说 翠芬 其实你知道 为你做什么 我都心甘情愿 我现在真的很放心不下你 在堂府 你连一个情人都没有了 我还有家俊呢 原来我 就误会了 vertices 应该是 我会想做好 这只能和苏贞 你 误会了 我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不想再做你们的办脚事 不是 不是 不想再做你们的办脚事 不想再做你们的办脚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吹过门浪 音乐听见门铃在响 上 风筑的窗 一细刻间点点烛光 谁被惦记一路倾向 绕着窗帘而上 幻化成你的模样 幻化成你的模样 音乐听见门铃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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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还会感受 离别总是 教人最端潮 音乐听见门铃在响 仿花烧岁月 刻下妻虚苍苍 年年的月云秋灵 有谁渐渐去幻幻 有谁渐去幻幻 有谁渐渐的